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现在的新车都有着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就是他们的中网是做得越来越大了 比如说像现在的雷克萨斯 还有宝马的双胜进气格山呢 是比前几代是要大不少的 那么今天大雷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呢 中网也是同样的很大 它的中网面积呢 是占到了整个前年的80% 那么它就是上汽达通 麦克森呢 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了非常多的图片啊 它的这个中网呢 在图片上显得特别的大 就感觉不是特别的协调 但是其实我今天到店呢 看到这台车的实车之后 就感觉这个中网还是特别漂亮的 也没有像网上那么突兀 整个造型呢也是显得特别的大体 设计方面呢 在中网的两侧呢 是有着这样的一个折线型的 这日间行车灯 日间行车灯中间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镀银式条 形成了一个贯穿式的这样的一个样式 那么它的大灯在哪里呢 它是没有在这个地方的 而是在这个下面 来到新车的侧面啊 它的侧面是整体来是一个方正 却又不是大气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么刚刚我来之后呢 我发现这个车是有这样的一个小设计的 就是在它的这个后视镜 和它的翼子板上面 一共有三个摄像头 所以说它这个360全景影像呢 我觉得应该也是做得非常好的吧 继续往后面走的话 它是有一个双侧的电话门 在这个级别上呢 双侧电话门基本上都是标配 如果没有呢 好像也说不太过去吧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后面走的话 它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隐藏式的这样的一个滑轨 你尝试的滑轨呢 基本上也在这个级别的MTV上 也基本上是标配 某些品牌的某些MTV车型呢 好像也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所以说这里我就不报它的身份证号了吧 坐进车内之后呢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它这个整个的内饰 真的让我太惊愿了 就是和之前的G50和G20这样的车型呢 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感觉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 现在都2020年的 G90就应该拥有这样 富有科技感和豪华感的这样的一种内饰 如果说科技感 首先映入脸脸的 应该就是这一块贯穿式的大屏幕了 在目前的MTV市场上 无论是合资还是自主品牌 都很少能见到如此长的屏幕 如果算上两端的功能区 这一块屏幕总共是五个小屏幕 最左边的灯光控制 然后是仪表 中控娱乐 副驾娱乐 以及最右侧的语音助手 功能也是非常的齐全 除此之外呢 在中间这个地方呢 它的整个空间利用率是做得非常好的 就比如说像它这个是一个悬浮式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下面呢 是就这样一个超大的储物格 你放一个特别大的背包 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在中间这个地方呢 它是两个背架 和这样的一个无线充电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会儿呢 就来到了新车的第二排 第二排呢 可以说是MPV最重要的一个区域啊 G90呢 它这个第二排的空间呢 我觉得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比如像腿部这样的一个空间 还有这样的一个宽度 都是非常够用的 然后呢 它在第二排呢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娱乐大屏 还有航空座椅 还有腿托的这些一些配置 并且呢 它这台车和其他车型的座椅调节 不太一样啊 你们猜它是在哪里 它是在这个的下面 有着这样的一个屏幕 屏幕上可以前后调节 前后调节座椅 千万不要翻错了啊 它是在这边 不是在中间 它的中间呢 是这样的一个小左板 感觉质感还挺不错的 那么我这会儿就到第三排 看一下它整个空间怎么样 我这会儿呢 就来到了这台车的第三排 那么G90呢 是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六座 还有一个是七座的版本 那么这台车呢 应该就是它的高配版本 六座的版本了 当我坐进这个第三排呢 我非常惊艳啊 它这个座椅 确实和其他的MPV 完全不一样 可以说是可以吊打了 那么它的座椅呢 是电动座椅 然后还有腿拖 还有通风和加热 旁边呢 也有空调出风口 和USB的一个充电接口 它这个第三排呢 我觉得是非常奢华了 我觉得和很多MPV的第二排 可以相匹敌了 这台车呢 本应该是在3月31号丧失 但是因为疫情呢 是有一个延期 现在呢 目前处于一个预售的阶段 预售价格区间为23到35万元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实际来到CSN看一下 然后我还要说啥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还要说啥呢 不用怕 散针